这一集呢 并不是在教什么英文 而是介绍我的15个频道 里面其中一个 叫基本单字片 那为什么要去介绍这个呢 因为我15个频道 当然有的早一点 有的订户比较多 订阅多一点 看人多一点 那这个基本单字看的 还有订阅相对比较少 因为它也稍微晚一点 那因为我觉得这个基本单字片 它是重要性很高 重要性很高 所以提醒大家就说可以再看 看这个基本单字片 因为我15个 分布不平均 有些看的比较多 订阅多一点 看的多一点 有些少一点 像这个基本单字片 相对比较少一点 可是它重要性很高 不会下于订阅数 我订我15个频道里面 订阅数比较高的 它重要性 可能甚至还超过 因为这边 我当初取名 基本单字 好像基本单字 好像这个 网络上 或者到书籍去买 这个教英文单字 多的不得了 多的去了 单字 这一般人你说 我认识也不少了 好像没有特别吸引力 但是并不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寄单字 从一开始就错了 那这个基本单字片 得矫正过来 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一般寄单字 不管是三千四千 五千六千 你就是 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会了 其实并不是这样子 看起来会 其实你不会 为什么 因为英文这个单字 一直多译 一直多词性 所以你觉得 这个字 什么意思 我知道了 我会了 没问题了 什么词性 大概也知道 或者也搞不清楚 算了 反正我知道意思就好了 可是接下来问题就多了 它如果一个字 三个意思 五个意思 然后你看到外国 写了文章 不对啊 这句子我怎么看不懂啊 没有什么单字啊 单字我认识啊 看不懂啊 整个句子不通啊 那就是中了道 中了招了 它用别的意思 所以这个基本单字片 这边呢 这边已经 已经一百 大概一百 一百四十级了 这是回顾啊 这是回顾啊 本来是一级 二级 三级 做了很多啊 一百多级了 一级讲十个字啊 就从ABCD开始啊 比较常用的字啊 那这边是 已经超过一千个字了 所以每个字不一样 这是基本功 就像到少林寺啊 一开始老和尚 叫你先 扎马步 提水桶 不教你功夫啊 一开始 你怎么不教我功夫啊 你教功夫没用啊 你是软弱无力啊 出去 你打敌人 打两三拳 人家没事啊 人家一拳你就倒了 所以你要 要练基本功啊 这个就是基本功啊 你看像我们举个例子啊 像有些字就一个意思 像这种就比较没有问题啊 有些字 它就可能 两个 三个意思 哎呦 你看一个名词 容量啊 capacity 容量能力啊 还有资格身份 你看意思不一样 你认为是capacity 什么意思啊 你认为是能力 就跑出一个容量 你就不会 跑出一个身份资格 你就不会 那除了名词 还有形容词啊 达到极限了 开皮抖 你说没问题啊 这是首都啊 这个是我会了 一点学问都没有 它是大写啊 英文字母大写啊 你又看到这边 又不会 资金啊 不是首都啊 是钱啊 资金啊 资方啊 也不会 然后这个是名词啊 形容词 主要的重要的问题 又不会 还死刑的 也不会 非常好的 这个词就很复杂了 所以我就把这个 ABCD 这边是C字步 像大概 讲到D啊 D大概讲完了 所以 像这些 Capitalism 就像一个 一个意思的 就比较简单 都没问题 这个 你这样Captic 它是人犯啊 你觉得不难啊 也是被迷住的 被俘虏的 没有办法脱身的 这些啊 你说汽车 可是它 它可能又是 用这个火车的车厢啊 Carbon是碳啊 也不难啊 可是它也是 负鞋值 还是负本的意思啊 所以这些很多啊 所以我每个词 都把这个 地产式的 最有效率嘛 从ABCD 比较难的词 就不放进来 就是比较基本的词啊 所以每个词 不一样 看 有些词就 一下子 一个意思就没了 就很简单 有些词 哦 那好多 你看Cart 也是五个意思啊 Care 你看 名词三个意思 动词两个意思 就是大概这样子 你看Career 我们说这个 你的事业啊 经历啊 职业 还有终身职业的 你看 有些词就很麻烦 有些词就简单啊 有些词就 就一个意思 也没有什么学问啊 所以碰到那种 很麻烦的词 你说 地毯 它也是覆盖者的意思啊 你看Carriage 马车嘛 不难嘛 也可以车键啊 也可以是搬运啊 运费啊 也可以是仪态啊 等等啊 所以 所以有些词就很麻烦 所以我就把它全部标出来 所以呢 像这一集我就讲说这个 这边很多啊 这边看 有些词就很麻烦 Carry这个词啊 Carry这个词也是很麻烦 你看动词 四个意思啊 五个六个七个八个 八个意思啊 其实还有更多了 有些太多了 比较冷屁我就不放弃了 所以我们英文要好啊 不是说讲得快啊 翻译标准 那都是基本功啊 这种就程度啊 你说这个词大概啊 你说它有八个意思 你也不用全部记住吧 至少这是三个四个 五个也好吧 总比较是一个好 词性有的词 有两个词性 三个词性 你至少大概知道 有这个概念 好处就是说 你以后再去看 真正外国人写的文章 因为我们一般看 这中国人写的文章 相对的简单一点啊 外国人写的 他 外国人不讲武德啊 他不管你啊 那你英文不好心理的事 我就照我写啊 尤其有些比较难一点的 比较专业的啊 比较水平高一点的 这个书报杂志啊 他有些用字比较难 一方面用字比较难 一方面他字啊 会转换 一字多一会转换 所以我们就觉得 看外国文章 看不懂 一个就是有些人 有些字比较难啊 没有背道 当然那种字啊 查查字典 也就对付过去了 那有时候一字多一 你就觉得这个字没有问题 我干嘛查字典 我认识啊 可是你不认识 他用别的意思 所以连查字典 你都不想查 因为我认识啊 可是你就 你说这个字 我不认识 我去查字典 OK啊 这个字我明明认识 我干嘛查字典 可是 这整个句子啊 就是不太通 就怀疑人生啊 就觉得奇怪 我这个英文到底学的 到底是老外写错了 还是他没写说 是我的问题啊 是你的问题 所以这个 基本单字片啊 很有用 非常有用 尤其是那个学生啊 一开始要打基础的时候 要这样子 背英文单字 认识英文单字 要这样去认识 当然一开始 你说一个字就一个意思 比较好背是没有错 可是一看 哇 怎么很多字那么复杂 慢慢来嘛 你至少先知道这个字 只有一个意思 简单 那个字哦 很复杂啊 可能有五六个意思 还是一个词性而已 另外一个词 又有好几个意思 你一下背不起来 没关系 可是你至少知道说 这个字不能等先试之啊 所以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 你养成这个 一次多一的习惯啊 不一定你全部都记得住啊 但是以后看外国人的文章的时候啊 至少这个字啊 你绝对认识 可是整个读起来不顺 意思不太对 那你就有这个解决心说 可能这个字有别的意思 我不知道 你就可能去猜啊 有时候一猜 猜中 哦 就看懂了 那外国人 他也不一定每一个 外国人 当然 他是母语啊 他英文字 当然这些字是多没有错 可他一次多也不一定强啊 因为外国人也不可能再记一次多 因为母语 不可能去记嘛 可他会猜啊 而且他从小到大 看那么多文章 他说哦 这个意思是 这个字 这边用别的意思 用别的意思 什么东西 他自己会转换过来啊 有些他也不确定 可是好像有印象 他猜一下 哦 这合理 就过去了 那当然有些真的是 一字多意 他也不知道 他可能只好去查到字典 或去问别人一下 比如说 这个是别的意思 至少他不会中了招 中了道 不会硬是说 不对 这个字就是这个意思 我就是认定是这个意思 可是我就弄不通 就转不出来 那如果这种字 情况多 你就看觉得好累啊 看这个文章好累啊 所以我们看那个中文报纸 你也不一定每个字都认识啊 跟你会猜啊 中文嘛 说我们有 我们会猜嘛 他的字会变 所以也就过去了 那英文也是一样 可是外国人学中文啊 他也记得很多单字 可是他看中文报纸 也觉得 他不会变嘛 他不会变 他没有意思多意的观念嘛 所以这个学外国语的 就是个比较吃亏的地方 所以你看很多字 Cast 这个字也是很麻烦 意思很多啊 所以说这个 所以这个基本单字篇很重要啊 不是只是教大家说 哎呀 我一起教你多少个字 了解一下 那这个很多人去教啊 所以我很多视频啊 与众不同啊 因为 因为我英文搞很多年了嘛 在研究 而且我是在研究 我自己有很大资料库嘛 就是 这个很多 很多简单的基本 就像俊男 俊男美女嘛 一般的英文老师年轻了嘛 去教嘛 俊男美女看得多舒服 那我的东西是比较系统性的啊 地毯性的 有些也深一点啊 这每个市场区格不一样啊 所以这个 所以我就希望大家 能多看这个基本单字篇啊 因为这个 像看的相对啊 少一点啊 所以 这个 比如说在YouTube上面打 打这个刘培元英文教室 基本单字篇就出来了啊 或者我也会把链接放下面啊 所以我希望这个 想要英文啊 基本功啊 扎实一点的人啊 可以多看这个 很可惜 因为YouTube上没办法 比较久的啊 就是早一点 出来的 他慢慢慢慢会 会放出去啊 给大家看 因为YouTube 你说 要去找一个人的 你也不认识他 不知道 大海老哲嘛 谁知道我的名字啊 没有多少人知道啊 除了已经订阅 已经看过人知道 少部分啊 大部分是没看到 因为YouTube他不放嘛 他是锦上添花 他不雪中送炭 你内容再好 他不管了 他也没时间管你啊 他已经说网红啊 什么动不动 这一集有几十万个 上百万人开了啊 订阅数几万个 几十万个啊 他那个会放出来 所以我们有时候一看 哎 怎么 怎么 我随便看一集啊 下面相关的 哇 都是几万人 几十万人啊 上百万人啊 最多还上千万人 可是绝大部分的啊 绝大部分的啊 绝大部分的啊 不是这样子 所以你说 很多订阅我的 啊 订阅 订阅我的 我都看得到嘛 因为YouTube会 会那个 放到我信箱 结果有时候好奇啊 订阅我的人啊 我说看看 谢谢他 就一看 他都是 订阅数零啊 一啊 二啊 他摆了几集啊 可能有了摆两三集啊 两三个视频 五六个视频 啊 什么 十几个人看 二十个人看 有的还能买 五六个人看 就绝大部分 找不到嘛 因为大家找不到嘛 所以大家看得到 都是网红的 啊 都几十万上百万 大家都以为 哦 好像很简单 那不容易啊 而且还不要说 很多是花钱买来的 啊 这是另外一回事啦 因为外面 市场上专门有这种公司啊 就是说 你花钱 说 哎 这个视频 我要多少人看 多少人订阅啊 一个 一个 台币几块钱 或者人民币 一块两块 就是看你要多少 也有这种行业啊 也有花钱买的 但是 像我没钱啊 我也不可能去花钱 那就算有钱 我也不想啊 就靠实力嘛 慢慢来嘛 这个现在销售基础啊 但是离 离这个看人多 还有一大段距离啊 但不管啊 反正这个 谋事在人 城市在天啊 反正我就做我的 让时间慢慢去发酵啊 就是都有稳定成长啊 速度比较慢啊 但没办法 YouTube整个环境就是这样子 就是你越红 它越帮你 帮你这个登出来啊 那你定位人数越少 简直 而且他就不管你啊 那也没有人知道你啊 那一般就说 反正我兴趣做娱乐 没人看 我也不在乎啊 所以这个基本单诗篇很重要 这我刚才讲的这个意思 希望大家听懂 这个 你对英文真的想要基本功 打得很扎实 这个我建议啊 一定要看 这集讲这里